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为了避免我们这个组件本来封装得好好的 但是因为使用者使用不当 或者传这个值的类型不符合我们这个组件的一个要求 所出现的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进一步优化我们这个组件封装 在组件这个属性接收的时候呢 还要同时验证一下这个人在使用的时候 传过来这个属性值对不对 我们称之为这块知识叫属性验证这块知识 怎么来做呢 props留着这是之前的写法 这种写法根本验证不了 所以说别人一旦出错 他一定会说这是你的问题 实际上是别人叫错了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改成这种对象写法 my name 冒号 string my show 冒号 bully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将来父再传给子诸件 这个属性的时候呢 我们子诸件还会验证一下 my name 是不是死均类型的 my show 将来是不是布尔类型的 ok 如果这个祖叫是这样封装的 我一保存之后 由于个人使用不当 所在这块传的是非布尔类型的 咱们看一下 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控制他在这块会毫不留情的告诉他 你这个埋术我期望的是布尔直 得到的是string 那这一会的话 作为这个使用者会在这使用别人这个组件的人 他一定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 说哦 我传的原来是一个字符串啊 如果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奉献的一句话 别干这行了 干什么都是吃饭 对不对 那这一会的话怎么做就可以了 使用者只需要在这动态绑定 动态绑定 动态绑定 这样的话呢 错误不会再有了 这种东西叫属性验证 OK 属性验证 这样一个支持点 我们就讲完了 当然在这一块 属性验证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它支持哪些东西啊 对吧 可以验证 是不是数字类型的 string类型的 bully类型的 erate类型的 对象类型的 方式类型的 包括如果我说 我们有个字段 就是不用了验证的 你可以加上no 就不限制类型的 最后一个是 就在这里的话呢 通过这个小例子啊 咱们知道了 副传子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对吧 因为组件不可能 在每个地方用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 副传子的方式的话呢 来让这个子组件听话 关键是 子组件在通过 props来接收 最终显示在页面上 或者是操作都可以 那为了防止 我们这个 别人传的这个 值不对的情况下 对吧 会认为是我们 组件封装了 有问题 我们可以加上这样一个 属性验证这样一件事 来杜绝这种问题的发生 所以说每次传 如果类型不对 它控制台会爆错 我们作为开发者 也应该养成一个好习惯 经常看看控制台 有没有一些警告提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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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